大家好 我是大圣 教你孩子挑食白吃菜 80歲的老保母教我做這道菜 教你一週喝八回 孩子搶著吃 一定要看完這個視頻 鞋味這道菜 不用擔心孩子挑食的問題 來看看怎麼做的吧 首先我們來準備一顆新鮮的娃娃菜 把白菜的葉子像這樣一片片掰下來 切記不要用刀切 用刀切過之後剩下的白菜容易爛掉 清洗乾淨之後再改刀切成長條 然後把刀斜過來切成小塊 全部切好之後裝入碗中備用 接下來準備一塊老豆腐 切成厚片 像這樣的豆腐豆香味更加容易 再改刀切成粗條 然後再切成小塊 全部切好之後裝入碗中備用 準備一個小碗 打入三個不正前的雞蛋 雞蛋不用攪得太閃 這樣口感更好 然後取鍋燒油 油了之後把雞蛋倒進來 開中小火慢慢煎 把雞蛋煎至定型 雞蛋定型之後輕輕碰動鍋 讓雞蛋受熱均勻 雞蛋煎至一片定型之後 再把它放個面 然後繼續開小火慢慢煎 把雞蛋煎至兩面金黃 煎好之後加入99度的開水 水要稍微多一點 然後開大火把水燒開 煮兩分鐘左右 這樣我們就得到一鍋樹高湯 這樣雞蛋聞起來淡淡的清香 湯汁像牛奶一樣的絲滑洗白 而且味道非常的鮮美 用鏟子把雞蛋切成小塊狀 這樣更加方便食用 然後再把芽芽菜也加進來 把切好的豆腐也加進來 大火燒開 再加入幾片生薑 適量的食用鹽 輕輕的攪拌一下 讓食鹽融化 然後蓋上蓋子煮三分鐘 煮出食材的鮮味 食鹽到了 我們打開蓋子 聞起來非常的鮮香 最後加入少許的胡椒粉調味 有條件的撒點胡椒點綴 這營養瞬間又提高了 一道鮮香美味的三鮮湯就做好了 有大事寧可食糊肉 不可飯糊湯 秋冬式湯 最初花印的季節 喝一口渾身熱呼呼 解開了食意 打開了胃冷營養了身體 做飯原來這麼簡單 快收成起來試試吧 關注我每天學做一道菜 你也是大廚